大家好,我是杜少 影片开始之前要说一个不幸的消息 太座饲养的多哥心团巴布佑体 在8月19日进行脱皮后的第一次喂食 打开盖子后,没想到幼体从小方盒直接暴冲出来 然后就不见了,我和太座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后来在帮猫咪弄饲料的时候 在呆呆休息的地方看到尸体 没错,应该是被我家的猫咪一掌打死了 太座有点难过,虽然只有相处不到一周 但是却经历过脱皮长大的阶段 看太座这样难过,我直接再买一只 这次直接把亚诚的多哥心团巴布带回家 外加一只巴西火红 对了,我们还有在额外购买一只巴西所罗门 然后卖家又送我们一只巴西所罗门 所以现在有两只巴西所罗门 目前总共饲养了五只 这应该是我和太座的极限了 希望这些幼体能够平安长大 和速期型比较起来 第七的速度确实慢很多 影片中看到的是海格利斯巨人巴布的幼体 目前使用小防盒饲养 可以看到海格利斯巨人巴布是一个洞穴高手 野土被挖了许多的洞穴 这只是目前饲养最顺的一只幼体 一周未食一次,目前还没碰到它脱皮 现在看到的是巴西所罗门 我用瓶盖做了一个遮蔽物给它 不过小幼体似乎不太需要遮蔽物 打算等喂食的时候再拿起来 幼体真的很小一只 目测大概只有一公分左右 买回来的时候直接在运送过程中脱皮 所以目前还没有喂食过 五天后再来喂食它 第三只也是巴西所罗门 这只幼体是卖家送给我的 活力比我购买的那只好 两只体型看起来都差不多 和卖家购买了多哥和火红 卖家就顺便送我一只所罗门幼体 希望手上的两只所罗门都能平安长大 第四只是巴西火红 也是今天刚加入的新成员 和所罗门并列巴西四大金刚之一 卖家说这只应该算是幼体 转足后约4公分到5公分 巴西火红属于第七型的 动作没有多哥那样快 生气起来会踢毛 在L属里面算是大只 成体后转足最高可达27公分 巴西火红属于第七型的 建议给它一个遮蔽物 由于这只火红体型有点大 所以直接上网订购遮蔽物 等到货后再放进去给它使用 泰座最喜欢的一只 多哥星团巴布 也称为华丽鱼巴布 足于半血期半素期 小时候偏向血期 所以饲养幼体 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养土 由于我们第一次饲养 不知道幼体的逃脱速度 会如此迅速 等我们找到的时候 已经变成一团菊花 不想看泰座难过 找了很久 容易找到了芽成体 斩足后有8公分 这只芽成体 卖家养了一年的时间 由于卖家本身 还有饲养五公和蝎子 加上工作的关系 没有时间照顾 所以就割爱给有缘人 很幸运的 用很超值的价格 收到了这只多哥星团巴布 感谢麦家的割爱 对了 巴西火红也是和同一位卖家一起收的 麦家说多哥星团很少出来 想要看到他的完全体 需要碰点运气 加上速度很快 开盖的时候要小心爆充 目前大概只能看到他美丽的屁股 等叮过的新家到了 再帮他换更大的空间 目前只能暂时让他待在原本的环境中 多哥星团巴布 是非洲三大速巴布之一 虽然是速巴布 但是也有很多的市主 用血居在照顾 我有建议泰座 要不要直接改成血居 但是泰座坚持 要用速器的环境照顾 这只多哥是他的 我也不方便说啥 但是我心里会OS 这只多哥星团巴布 是谁买回来的啊 帮巴西火虹搬家的时候 赫兰发现了一层皮 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巴西火虹的皮 至于是哪时候脱皮的不得而知 很可惜 皮上分辨公母的部位已经损毁 只能等下次脱皮 再来分辨公或是母 这次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开始要按泰座讨论 帮这些捕鸟猪取啥名字了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